哈囉大家好我是各位各位 今天要帶來的是DC神力女超人的技能介紹懶人包喔 那神力女超人的角色定位是定位在戰士 我們可以從外觀發現哇真的是非常的帥氣啊 好的那廢話不多說馬上進入技能介紹吧 被動神力女超人每三下普攻會強化下一次的普通攻擊 強化的普攻形式會變成遠距離的丟職盾牌 造成額外傷害並且附帶減速效果 那神力女超人的被動經過測試對塔也是有相同效果的 相對的也是增加她的拆塔速度喔 一技能神力女超人的一技能分為兩段式的傷害 第一段傷害呢如果命中敵人會附帶額外的減速效果 第二段傷害呢如果命中敵人傷害量則會乘以兩倍喔 那這一招呢各位可以看到她的第二段傷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啊 我目前是任何一個裝都沒有出那就可以打出如此巨量的傷害喔 對於前期兌現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並且呢經過測試我們發現呢一技能的兩段傷害都是可以造成位移的 可以穿過一些小小的牆 不過呢像現在這種比較厚的牆呢是完全穿不過去的喔 二技能 二技能呢會以敵方的血量而有兩種不同的技能效果 神仙人畫面中敵方血量高於50%以上 神力女超人呢會直接給她撞下去造成物理傷害並且附帶暈眩 那要怎麼樣才能知道敵方的血量低於50%以下呢 那這個各位客觀不要擔心 神力女超人呢有一個隱藏效果 只要敵方英雄的血量低於50%以下 他的頭上呢就會出現一個倒三角 就代表說敵方的血量目前是低於50%喔 那敵方血量低於50%時 二技能的形式則會改為把敵方拉到神力女超人面前 並且呢造成物理傷害喔 那經過測試呢我們發現 二技能對於小兵以及野怪都是沒有附帶控制效果的 那這樣呢其實有點可惜啦 因為呢如果附有控制效果的話 神力女超人呢對於入侵敵方野區或是逃命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喔 大絕續去一段時間之後呢 對前方的敵人造成傷害並且附帶陰炫 還可以呢對身後的友方英雄附帶一層護盾值喔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神力女超人技能組懶人包 如果想要更了解技能組的話 還請等待台服政府 正式販賣時所提供的技能組資訊喔 本次影片就分享給各位觀眾囉 影片到此為止囉 如果各位喜歡Gary的話 你可以透過Youtube、IG、Facebook來追蹤GaryGary喔 我是GaryGary 我們下期見囉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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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期見囉 我們下期見囉 我們下期見囉